来看本地消息 协助中小企业转型时应对人寿不足问题的 精益企业发展计划 推行头一年超过1400个中小企业受惠 精益企业发展策略与工作小组 也头一次举办研讨会 让社会企业分享精简人力心得 来看记者徐永森的报道 每一件衣服的价格标签都带有无线设频识别芯片 只需扫一扫 衣服的数量一目了然 助销售员缩短点货时间 消费者把要买的衣服 放入自助收银箱后付款 交易就完成 科技帮助了服饰零售业者 解决人手短缺的问题 之前大概需要2520个小时 来做一些比较索税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引进这个技术的时候 我们其实只花了150个小时 所以我们在一个月内 其实我们节省了2370个小时 所以我们的员工也可以更专注 在那些客户的服务之类等等 人力部长林卫生星期四在精益企业发展计划研讨会上致辞时说 以人力带动的发展已过去 通过精简人力推动的发展才是未来的方向 人力部政务部长张思乐也出席研讨会 一起为计划的新标志主持揭幕仪式 2017年如果会有更多的企业需要帮助的话 我们当然会延长或者说 我们当然会推出更多的一些协助的配套帮助他们 至今已有18个商会与工业伙伴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川仁呼吁企业和志愿福利团体展开长期合作 帮助有需要孩童改善生活 人民协会和房地产发展商凯德集团支出80万元社区发展基金 来帮助有需要的孩子应付教育医疗以及寻求庇护方面的费用 首批受惠孩童约1000人年龄介于6岁到13岁 他们都获得新书包里头有上学的必需品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川仁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和志愿福利团体合作 展开援助孩童计划 超过450名有需要孩童 个别获得150元可购买文具食物等其他用品的礼券 并学习了如何管理花费